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的水母电影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由事实改编的故事 多出艺人的电梯 故事发生在医院里 四个女高中生来医院 看望受伤的朋友阿美 刚下电梯 他们就遇到了几位护士 推着一辆担架车走了过来 车上的人被蒙着白布推进了电梯 竟然好奇的停下观望着 诡异的是 担架刚进电梯 电梯区员明显吓沉了一下 死人并没有在意 随后便找到了阿美 他们开心的聊着八卦 并用笔在阿美的腿上写下祝福 希望她能尽快好起来 其中一个女孩问阿美 她在医院里 有没有碰到什么灵异的事 阿美想了想说 不是每家医院都闹鬼的 不过 这层住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经常有病逝的 他们通常会被盖上白布 送去停尸间 而停尸间就在负一层 想到刚才去世的老人 杰恩背后一阵发凉 当死人从病房出来后 天已经黑了 他们刚上电梯 突然一阵冷风吹过 他们觉得电梯又沉了一下 大家不约而同 又想到了那蒙着白布的床 这感觉 就像有人跟着他们进了电梯 他们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于是慢慢靠近墙壁 分散开来 电梯里 气氛越来越诡异 杰恩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随着电梯们的皇冠关上 电梯也正常向下运行 杰恩都不敢说话 终于到了一楼 大家刚松了口气 可这时的指示灯 却又跳到了负一层 这里正是医院的停尸间 竟然彻底慌了 此时 电梯门黄关打开 竟然害怕地看向外面 外面一片漆黑 这时 电梯又沉了一下 仿佛有什么走出去了一般 他们彻底慌了 其中一个女孩问道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下去了 另一个说 难道是刚刚单架上的那个人 就在这时 停尸间的大门 黄关打开 女孩们吓得赶紧 狂按关门按钮 想赶紧离开这里 黑暗中 一个身影黄关出现 而那个身影 越来越清晰 此时 电梯门终于有了反应 大家刚放下心来 这时 背后的电梯门 突然停止了动作 而那个身影 好像又靠近了一些 突然 那个人影不见了 女孩好奇地向外张望起来 外面一个人也没有 这时 一伤鬼脸突然出现 在尖叫声中 森顺利领了合法 影片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睡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多出一人的电梯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